1 2 3 1 2 3 哈囉 喂 你幹嘛叫喂啊 龍哥 因為開場不是喂嗎 後面要結束也要喂一下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喂 今天的節目內容非常的精采 每集都是啊 請到的來賓也很特別 對 介紹我們以前對第一位特別來賓 楊光勇 楊大哥 楊光勇小時候天真無邪的樣子 這關現在差很多呢 辨識度10% 介紹第二位 錢德門 錢叔好 您認出來錢德門前叔 古早時候的樣子嗎 辨識度0% 歡迎 第三位 花佩蘭 佩蘭姐 三位主持人好 還有現場朋友們大家好 花佩蘭 年輕貌美妖嬌的時候 辨識度80% 好 換我們了 接下來介紹現在隊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 陳雅蘭 雅蘭姐 大家好 請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陳雅蘭 陳雅蘭 童年時候是跟現在一樣可愛呢 辨識度60% 好 趕快歡迎第二位 周英琪 英琪姐 大家好 歡迎 周英琪小時候的樣子 辨識度10% 接下來歡迎富薇 富薇姐 大家好 菲薇好 富薇小時候是不是也是很可愛呢 辨識度10% 加油 OK 趕快進行我們的節目吧 馬上請第一個單元 兩代大對決 不要亂揉你的頭髮 不是啊 我很少有這種長髮 我覺得我自己好美麗喔 你不要這樣揉 等一下揉到就掉了 裡面就掉了 好啦 接下來對決什麼呢 就是射擊一篇 射擊喔 對 這個射擊來講 現在是最新流行的 對 貴族的一種遊戲 是貴族嗎 對啊 還是那種國際晉級大賽 真的嗎 今天對決的人是不是很厲害 今天對決很奇怪 也很特別 這個第一位 我代表我們這一代的 好像說40多歲還上大學 真的啊 40多歲上學 學到老啊 很棒啊 精神很棒耶 那其他這三位呢 是一對三喔 很特別 而且三位好像都是女生 而且一個男士對付的是三個女生 所以說今天參賽者有四位囉 對對對 然後這三位好像最近這個 我們國家派他們出去 得到這個國際盃的這個獎牌 射擊獎牌 是 真的喔 那就趕快來看看我們的基本資料 好 請開 我猜 我猜 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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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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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猜猜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是快槍阿雅 現在我在林口的攻西拔橋 等待我的對手 決一死戰 黃毅界 男四十歲 曾破奧運不定向飛馬第六名 亞洲飛第二名 兩屆東南亞進台 黃先生嗎 是 你好 跟我們觀眾衛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黃先生我們知道 你曾經在奧運上 為我們台灣爭光 留下非常輝煌的紀錄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那時候心情是怎麼樣的 我心情喔 除了緊張兩字 兩個字以外 還是緊張 那跟這次參加我們節目比呢 還是一樣緊張 還是一樣緊張 不會啊 你表現這麼好 而且聽說啊 你是年紀越大 就是經驗越多的時候 你的準確度越強是不是 一般來講應該是這樣 那今天比賽加油好不好 好 盡力 盡力是不是 加油 温凱如女十七歲 資歷九個月 曾獲梅花杯第二名 張元凌女二十歲 資歷五個月 曾獲青年杯梅花杯第一名 王曉玲女十七歲 曾獲梅花杯第三名 現在就要問你們 小鬼這樣不要打 三個四角一個 現在就要為你們介紹 代表我們這一代的參賽者 來 排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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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上你們的大名 王曉玲 十七歲 十七歲 很酷喔 你呢 溫卡如 十幾歲 十七 你呢 張元凌 二十歲 二十歲 最老的是不是 你還不敢讓我講 今天是你們三個呢 核對我們黃大哥一個人喔 十三個臭皮匠 挑戰一個諸葛亮 有沒有信心會成功 有 有啊 有啊 一定成功 好 今天加油看你們的小兵力大功 一二三 GO好不好 一二三 GO 一二三 GO 太玄了耶 竟然比我還小 十七歲耶 對啊 師徒大對決 然後二十歲還不敢講自己二十歲 對啊 什麼時代啊 真的 我還聽說那個個子矮的那個 那個說槍拿起來好像跟他一般高 對啊 居然還會這麼厲害 對啊 那他怎麼拿 這太長了嘛 真的耶 而且他還是梅花杯的第一名 對啊 厲害耶 現在年輕人真的不得了了啦 對 第一階段 輸死戰 我們仿效西部牛仔 向前奏步 看誰能射中對方 誰就獲勝 第二階段非法對決 我們有十個擬法 看誰能射中比較多個 誰就是勝利喔 最後是準確度了 我們準備六樣油大隻小東西 讓我們連續吸發子彈 看誰能射中比較多 好嘞 來 我們十秒鐘 開始 來 繼續開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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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請出示你的答案 來 時間大 來 掛出來 把牌子掛出來 來 來 請出示答案 一人選一邊 太不可思議了 用到不可思議的 對 我們這一代選這個 還是我們這一代對不對 對 為什麼 老的啦 老詞 就是老的啦 就是因為 就是老的啦 好 這邊呢 因為我們這樣選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predictable 我們都是一定會這樣選 會耶 會耶 對啊 你根本沒有用英文單詞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就一定 肯定一定是這樣選 沒有 其實我覺得 他們沒有壓力 而且那種所謂 殊食戰 你看轉過來馬上就要射 也許那個 比較年紀大的 他會不好意思 因為遇到小女生啊 而且你們玩都是蠻豐富的 而且我們六個手 然後時間不夠 結果他本來就是切在那邊 我們就把它丟在那邊算 所以你們有 為什麼看理由 不好意思 以後就對了 不要緊 好 看得出來對不對 對 馬上來看1 2 2 2 比賽 請看 現在就要進行我們的第一關 我們第一關就是 輸死戰 為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輸死戰 就是你們都看過西部牛仔片 他們兩個主角決鬥的時候 就是背對背 然後走幾步 轉身射擊 這就是輸死戰 那這次呢我們i排啊 待會到定點的時候是 5步射一次 10步射一次 15步的時候射一次 到時候你們就聽天由命了 可是注意喔 這個有他們營地的模式 而且呢都做好最安全的防護措施了 所以小孩兒童們千萬 小朋友你們不要學習 好了 第一關是由你圓林來做代表是不是 對 為什麼你對這個瞄準射擊人 特別準確嗎 報仇 沒有 報仇啊 我呢是最公正的彩派 也站在最正確的落跑位置 要開始喔 一步 四步 還是第四步 第五步呢就要轉過來射擊喔 五步 請再轉身 一定有人中彈啦 請再轉身 六步 十步 好難喔 哪有衝發的 不行再發成一槍啊 十四步 十 還沒還沒 十五步 好停 我們來看一下成績如何 我們看一下身上喔 現在可以明顯的看出 黃大哥身上呢 還是乾乾淨淨的 對 乾乾淨淨 可是槍這上面有一點點 槍中彈啦 人沒中彈 槍中彈應該是不算分對不對 槍壞掉嘛 槍壞掉 但是還是沒關係 你呢 你很狡辯 剛剛那些哀嚎聲就是你的 打中什麼感覺啊 好痛喔 很痛啊 你裡面已經墊了一層東西了耶 但是他沒有打到墊的東西 他打到我的肉 打到肉 你怎麼這樣子欺負你的同學啊 這個 這個 指手啊 指手是不是 對… 可是呢你還是失敗了 你看看要怎麼辦 隊友們 這我沒有辦法解決了 第一關 忍心嗎 忍心什麼 把他給我抬走 忍心的要求 什麼要求 我要補一槍 補一槍 這我也幫不了你 你打得高 低一點啦 你槍斗太高 等一下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打穿了耶 你看 打穿了耶 哇好痛喔 有屁股開玩笑 打到屁股痛不懂 當然痛啊 怎麼會不痛呢 那個是肉耶 好 抬走 這一關就是 被打屁股的 洪大哥 完成 好 現在呢我來考你們 即時的反應喔 就臨槍反應 我這邊有 雞蛋 還有 汽水 我隨便丟 你隨便中喔 好 中了耶 好 那我來個更難的 雞蛋 哇 小白點也可以打到耶 不錯不錯 臭屁臭屁 你先是不是 好 我不中了 預備了喔 等我走遠一點 再開始好不好 拜託拜託你 我給你十塊 好 我讓你走遠一點 好 開始 第一槍 第一個吧 現在呢 換我們的黃大哥 剛才我們的小小對決者小林呢 一直祈禱說 我喜歡黃大哥打爛一點 要不要打爛 好 我打爛一點好了 打爛是幾分啦 十八會中幾 如果正常的話應該是露一個 如果不正常的話應該是露三四個也不一定 好 看你表現啦 好 開始吧 好 第一發 全中 又全中 又全中 怎麼回事啊 三個 又全中 不要讓讓小林啊 怎麼回事 還要一直中 沒有我們的槍啊 我們的槍不爛啊 我們的槍跟你有感情喔 是不是 好 好 中一個 終於找中一個了 OK 沒有啦 十個漏一個 所以你的分數是九分 你要後背嗎 七分 這講還是七分 七分 反正有點不太虛喔 可以記一些敏利的話 跟他說 下次啊 下次我會打贏你的 你要這樣講 我總有一天會老 這一關呢 又是我們的 老黃 勝利 兩代代理學 兩代的第一型當手 到底誰能獲勝呢 下一段 等到現場射氣球 走開 七二還是老的啦 他很厲害耶 對啊 穩得要命耶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是應該坐上面 來 為什麼 因為我也是覺得是那個男的 所以我 我們一上去還 我們看錯人 我們看錯人 我們本來以為他很正直的 不過我講真的 這個打靶 這個年輕的 要穩定性 年紀大了真的是 穩定性不夠 他身經百戰了嘛 他很多經驗 他比較穩重 而且我覺得跟手的力量 好像也有關係耶 我看那個黃大哥 拿那個槍 手很有力 那三個女生好像... 對啊 穩定性就比較穩 對不對 而且那兩位女生 一個才學七個月 一個學五個月 還有九個月 那總跟他比 他跟奧運的開玩笑 開玩笑 在座有沒有打過靶 有啊 有啊 軍運課一定會打靶 然後出國去玩那個... 去哪個邰國 泰國好像 泰國可以 還有菲律賓 蘇比克灣 北京也可以啊 他打那個靶 最快趕的地方在哪裡 最刺激最快趕 感覺上 就射出去 沒有 射出去的時候 射出去很刺激 弄死啊 那種感覺 你們這個打靶 你們這個經驗太不豐富了 怎麼是嗎 剛剛畫面上去講 北京就有 北京我的確是打過 我也去玩過 北京呢 他是到這個冰空場 冰空場 你先看一圓影片 我說不用看了 我們當過兵啊 台灣我們當過兵 他說那你想打什麼 我說那時候 黑心紅心台灣特別流行 你這邊打是合法的軍隊 拿黑心紅心打 打完了以後 還有機關槍還在打 然後打完了又付錢 他說先生你等一下 你要不要看隔壁的重武器 什麼武器 還有火箭頭 火箭頭可以打 打魚爸呢 打那個土隊打火箭頭 真的很假的 他只要你花錢 對你要花錢 任何你要想玩 任何什麼槍都可以 火箭頭也可以 好趕快聽 第三個階段是什麼東西 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這個 由大到小七發子彈 對 這就很難了 我在猜 現在還可以再重新投票 我們要重新了 我們要重新了 來 開始 10秒鐘時間 來 還滿好 不會 好了 時間到了 好 怎麼樣 還是家老的 家還是老的 這邊已經進風轉舵了 也是投這個黃師傅 也是看他比較厲害是不是 對 看他的感覺 黃飛虹 他可能說不定 這個單元 這個階段就不一定了 對啊 馬上來看第三階段的比賽 請看 哈哈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準確度大對決 又換了另外一種手槍 這叫什麼手槍 這叫空氣手槍 空氣手槍 這關要怎麼比呢 那就是用這個手槍 這個手槍裡面 一共有七發子彈 有沒有看到我們前面那邊 七發子彈來打那六樣東西 可是有一個規則就是呢 你一定要打到第一樣 不管你用多少子彈 一定要打到第一樣 你才可以打後頭那樣 好 了解了嗎 你一定要先過關了 以後他都往下走 對 但是你只有七發子 來 七發子彈完就是沒有 好 好 開始吧 開始啊 黃大哥先 好隨性的站姿喔 打到了 看到了 裡面的液體都流出來 好厲害喔 黃大哥 我一直要嚇你 又打到了 這個一喊 結果我稍微偏了一點 還會很細心 這是靠什麼 這是靠直覺嗎 穩定性 沒有一個不倒的耶 對啊 那你也不要耍帥好嗎 你看黃大哥那臉 他幫我一槍之後 他幫我一槍之後 絕對不會笑這樣 這次耍帥有一種方法嗎 小心喔 我打中鏡頭 對 打高了 打高了是不是 不小心 好厲害喔 天啊 最後一發子彈 看來可不可以打到 那根細細的眼 沒中啦 現在到凱如了 凱如剛才那一根 你用過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用 沒有 沒用是不是 還是要憑實力喔 沒有問題 開始了喔 給自己一點細心喔 加油 加油 第一個大大籃罐 中了 謝謝… 謝謝… 整個彈起來跳一下耶 漂亮 兩瓶全部耶 好 也打到了 打到了 這個長江後浪都是推薦的 好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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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了 打到了 沒有錯 他偏了一下 動一下 打到了 我們一位之前有講好 只要是打到那個目的 你都可以算 所以你這個得分 最後一個香菸了 關鍵了 還有一發 放心 那個很會打 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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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讓你的隊友來支援你 是不是 拿一個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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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一關 既然是 拼手 都不高興 誰跟你吵 好啦 那這一關呢 我們一起來 勝利 我們最後一關 第三關 準確度大隊選了 老瓜 是我們的 柴如 柴如 是的 東東 獲勝 對 好 好明顯的結局 對啊 對啊 不錯啦 不過剛剛講的這個穩定性 還是滿重要的 對啊 手臂的力量還是要夠 那個女生最後她是兩隻手一打 那個老師是一隻手打的 對 男女有差別 那個老師很會耍帥 對啊 那老師有點放嘴 沒有同學不是嗎 你說什麼 她是大學生啊 對啊 同班同學 年紀很大的學生 我剛剛不是介紹過了嗎 40歲上大學 對 是說大學生有別的定義嘛 對啊 今天我們特別把這個 黃老師呢 黃教練請到了 黃毅健 對 請到了現場來 對 而且他在現場為我們表演 而且我聽說 他現場本人長得很帥耶 對啊 因為到現場就長得很帥 在家裡長得不帥 在街頭上還好 本人很帥 本人很帥 對啊 黃毅健 黃大哥 真的很帥耶 黃大哥 好 好 好 本人真的很帥耶 真的差太多了 沒有關係 小禮休閒了嘛 真是 不會... 不會開花 今天帶了這麼多東西來 對 這個 我們這個目標就是要把這個 空氣手槍 空氣步槍 我們接到給我們全國的青少年 可是 讓他們不要飆車 來飆槍 可是這完全沒有危險性嗎 沒有危險性 真的 而且10公尺 而且喔 花費會非常的省 真的啊 他也沒有機會把它改裝成真槍 對啊 沒有機會 因為他只有打空氣而已 那我聽說這個 要參加這個涉及會員的話 這個品性要優良對不對 是的 而且要經過保安調查 如果被判青少年的話 應該都沒問題 不是 隨便人都可以加入會員 對不對 是的 黃大哥 沒有 他這把槍好恐怖 怎麼上面還這樣子 好像很厲害耶 看起來很酷 但是這些是配重 也就是說這支槍的平衡 配重 被這支槍打到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不會很痛吧 痛是會 這支小的 這叫空氣手槍 空氣手槍 那黃大哥我覺得 如果說當你小孩很倒楣 真的很慘耶 對 他如果以後不乖 他要跑再遠 你一槍就把他打 他說不要跑 我就射他啊 對啊 還說你以為你跑得掉 然後就拿那很長的槍 老婆跟你吵架 你就說不要跑 然後就射他 會不會這樣子 可是學槍的孩子不會變壞 有啦 學什麼都不會變壞 只會變老而已 好 那因為我們有一位帥哥在 所以我們當然要請位美女 來當我們的標吧 對 然後來晃 今天要表演是不是 對 現在在場最美的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周英琪小姐 你這樣講會不會太過分啊 你為什麼覺得她最美啊 我覺得陳雅蘭 小姐跟我來 應該很漂亮啊 最大檔的 我是覺得她比較有種 當然請她出來要講點好話 我覺得小S今天很像美人魚 所以她最美 拜託 我跟佩蘭姐才美咧 我佩蘭也最美了今天 你一定跟我有仇 要帶我出來 誰最有種 誰叫最美啊 殷琪姐妳跟誰最有種 奇怪了 美的一定要找女孩男朋友 齊初妳要嗎 齊初妳要嗎 來 齊初有種就來啊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怎麼樣 什麼感覺 怎麼樣 好爽 好快樂 很聚集喔 好厲害 怎麼樣 怎麼樣 洪大哥好厲害喔 謝謝 謝謝 謝謝佩蘭姐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真的耶 小心點啊 好厲害喔 潛叔你太勇敢了 老實說你有沒有很害怕 不緊張是假的 潛叔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黃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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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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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看兩隊的成績 以前對20分 現在對0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龍哥 龍哥跳舞好好笑喔 停 怎麼會呢 真的 自從跟你們兩個在一起以後 我這個 我看到一種害眼的感覺 你知不知道才怪 完全沒有 我跳舞裡面會感覺到很羞恥嗎 你會 多少啊 好啦 關心我們的這個單元 兩代曆故事 今天的台是球鞋片 球鞋嗎 球鞋 大家都可以穿的 來 我先問問你們兩個 怎麼樣 你們兩個現在到底球鞋有幾雙 我個人的話大概有20雙以內 那你呢 我大概就5 6雙吧 那為什麼兩個那麼差別這麼大 因為我很喜歡買鞋子 衣服沒多大興趣 那他是買衣服鞋子比較不滿 對 而且我穿起來腳很容易臭 所以我不喜歡穿球鞋 對 是因為腳臭的關係啊 對 還不臭 幹嘛講出來 真是的 不過這個球鞋像我們以前 穿這個球鞋真的 珍惜得不得了 又來了 買一雙一定要穿好幾年 你們以前好像不管 不敢穿破耶 你們以前買什麼都會穿好幾年 是不是騙人的啊 你再說這件事你都不相信 什麼東西都很難買到 你講的都一樣 你講的都一樣 你來問問現場觀眾朋友 不 現場的特別來賓一下 是這樣子嗎 真的 真的 一雙球鞋 一雙球鞋那麼珍惜嗎 我們兩個相差起碼20年 你那時候沒有 那你那個時候 大概是小學的時候 有了第一雙球鞋 錢數 沒事沒事 你不要講出來 小學幾年級 你不要這樣 我沒有說 他講小學 好緊張喔 讓你猜對不對 一雙球鞋的價錢 好像是39塊還是26塊 我忘記 30幾塊給你買球鞋 我告訴你 我母親那時候是公務人員 她的一個月的薪水不到60塊 啊 一雙球鞋要穿三年了 為什麼我現在的腳 跟我的個頭不能夠比 我腳很小 那時候就一直穿的腳就長不大 哦 多小腳 真的真的 然後旁邊破了用 媽媽真的是用線紛啊 一針一針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二十雙球鞋 醉過呀 孩子 醉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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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現在年輕人不一樣 對啊 過友呢以前呢 一雙球鞋啊 大概穿 要穿大概一年 因為過年的時候 會買一雙球鞋當作 其實我們以前球鞋界 你們的復古的 對 就有點像 因為那是太新了 我們那種鞋就是那種 帆布做成的嗎 就那布鞋綁鞋帶的那種 而且我記得只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黑的 前面頭是白的 另外一種是白的 前面頭也是白的 只有兩種顏色 是 好可憐哦 我還記得他們品牌 明的 我穿的是迴力 迴力 迴力 你看看 幹什麼 現在的三個跟我妹穿一樣 還迴力啊 我穿的好像叫做鐵人牌 鐵人牌要比我那個 要比晚十五年 什麼名字還鐵人牌 誰敢穿啊 試試看一看你們 你們聽的感覺好像不可思議 對 剛才傅小姐就在笑了 你不相信的話 我們看看我們早期的 穿小鞋的樣子 好來請看 請看 走遍大江南北 我們靠的全是這雙腳 為了保護這雙脆弱的腳丫子 聰明的人類於是發明了鞋子 早些年鞋子還算是奢侈品 如果不是家境不錯 是輪不到小孩子穿鞋的 民國五十年左右 有一雙黑色高筒布鞋的小孩 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這雙鞋通常不會穿在腳上 而是掛在脖子上 因為 老婆早餐呢 當然 會穿到新鞋的通常是家裡面的長骨 後面的小孩只有試鞋的份兒了 要是鞋子穿壞了 媽媽鞋子裂了 好 沒關係 哇塞 伯母 你用鐵絲來封鞋子 這用鐵絲才肩布啊 這可以穿好幾年的 老實講這種鞋子如果在現在 肯定是最勁爆的 國內名牌球鞋的始祖叫做中國牆 剛才提到的黑色高筒布鞋 就是它的代表作 後來又出現了回力 它是第一個出現白色布鞋的品牌 當年在學校裡不准穿白鞋 所以學生們都以穿白鞋為最大的驕傲 出去玩 打球 上體育課 喜歡出風頭的人都會穿上白色布鞋 回力也因此成為 國內第二個名牌布鞋 六十幾年的時候 第一個推出短筒布鞋的黑豹 又取代了回力 它不但有短筒款式 更有黑白以外的紅色跟藍色 當時背著黃色黑豹布袋 是同學之間最拉風的行為 在這之前 球鞋主要是國產的 進口皮質的球鞋 是騷包礙線的奢侈品 一般年輕人當然買不起 可是又想耍帥 那該怎麼辦呢 拿市面上賣的普通白球鞋 來自己加工 愛把它畫成什麼牌 就畫成什麼牌 不過在當時 一般人最熟的 還是這種三條槓的 你白癡啊 你怎麼畫多一條 笨啊 待了 待一隻 只有三條而已 只有三條而已 白癡 多一條有什麼關係 也很漂亮 藍色很漂亮 民國六十八年 進口球鞋在國內 開始蓬勃發展 剛開始的時候 一雙七八百到兩千塊錢 學生的腳上 越來越花俏 大家也開始爭其鬥驗了起來 自始至終 球鞋一直都是學生們腳上的最愛 好 他們兩個看的感覺怎麼樣 對啊 好好笑 剛剛他們講的牌子真的都有耶 還回禮耶 對 回禮牌 然後再來在中國牆 什麼鐵人牌 鐵人牌 黑暴牌 不過講真的以前 電上那個球鞋 如果拿到現在來 真的很時髦耶 對啊 現在也反 現在復古成那種鞋 對啊 有些那種鞋 如果說有鐵絲縫的話 那現在不知道可以賣多少金 真的勁爆死了 出題目了 好 什麼題目 什麼題目 這個題目呢 我們這一代來出 對 下一代來猜 好的 前面這一代來猜猜後面的 我們現在分成一組 二組 三組 就是雅蘭姐要猜雅當哥 所以運氣猜這個 前書 副威猜佩蘭姐 來 猜猜看他們這個 第一雙鞋子 是在他們幾歲的時候 球鞋喔 幾歲 第一雙幾歲 來 計時開始 時間到 來 請出示團 來 雅蘭 雅蘭姐寫八歲 答對答錯 公平喔 雅當哥請舉牌 答錯 答錯了 一擊檢 十二歲請舉牌 前書 答錯了 太難了 她不是說要去參加田徑賽嗎 對啊 雅蘭妳為什麼猜她八歲 因為她年紀沒有那麼長 那我覺得說她一上學的時候 應該媽媽就會買鞋給她 而且上學的時候也代表成人嘛 然後呢 她說過年的時候都會買新鞋 那應該七歲啊 那應該七歲啊 我本來要寫七 你看 哎呀呀呀呀 雅蘭姐 七歲 哎呀你看嘛 我們要寫七後來把它轉過去 上學的時候就應該是七歲上學 對啊 哎呦 差一點點 前書是不是有留學 不是有留級 留級 沒有 我小學沒有留級 我初中留級了 那前書你的答案是什麼呢 再次 哎呀 不好意思 十歲 十歲 十歲就有球鞋啦 那還不錯 那佩蘭姐呢 我其實 我在佩蘭姐十一歲 是因為我想說 他說要比賽田徑啊 那中華會派你去參加田徑 大概就五年級 四年級 對啊 全都只差一點點 其實差一點點 其實差一點點 也蠻近的啦 對 是蠻有道理啊 就差一年兩年 不過這麼難誰會知道啊 就是嘛 差一歲而已 算過關了啦 什麼 錢書 你說什麼 算過關了 那既然你們願意給分的話 那就給啊 那你們要給他們幾分 虛歲 虛歲 我這個也是虛歲 你們願意算誰對嗎 你們願意算誰對 好 雅蘭對啦 雅蘭對啦 恭喜 還有虛歲啦 好 都算你們對啦 通通對 三個都對啦 三個都對啦 好啦... 你們雙了就算了 沒關係... 現在呢就要來聊聊 我們現在穿球鞋的事情啊 現在的球鞋這個五花八門 沒錯 這個球鞋一雙就好了 還分什麼牌子 什麼牌子 還要比這個牌子好遜到什麼 不是啊 龍哥你不懂啊 登山要有登山鞋 大籃球要有籃球鞋 跑步要有慢跑鞋 網球有網球鞋 對啊 不同的啊 怎麼可以穿一樣的呢 而且我還要配衣服耶 你拜託啊 穿牛仔褲的時候 還得穿帆布鞋 就不同的 所以說現在年輕人 真的幸福啊 我現在馬上就來看看 年輕人穿球鞋的花樣 請看 現在是清晨五點 這裡怎麼有這麼多人在排隊啊 有什麼東西在大檢價嗎 欸 年輕人 嘿 妹 What's going on 一大清早你們在這裡排隊 要買什麼呀 呦呦呦呦 訓必了 9點12代 今天算是 9點12代是 9點12代是 9點12代 訓必了 You know Mike Jordan you know 我的偶像 他是NBA超級籃球明星耶 麥克喬丹 我告訴你 12代這雙球鞋 就是為了他所設計的 專門設計的喔 真的 我們兩個 從第五代就開始收鞋了 第五代 酷吧 酷吧 對話 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 穿球鞋耍帥的功能 是大過於運動的功能 不管什麼場合 什麼穿著 球鞋是最基本的配備 大概四 五雙左右 那你現在腳上這雙球鞋多少錢 這雙買的時候是兩千 那你如果世界上沒有球鞋 你怎麼賣 嗯 我想我會覺得 可能我會無法走路 同學你有幾雙球鞋 五雙啊 你腳上這雙球鞋多少錢 三千多啊 那如果世界上沒有球鞋 你會怎麼樣 就不穿鞋子啊 當然 除了注重外表之外 喜歡運動的人 還是有他們選擇的依據 說了這麼多 我們還是要請各位來 猜一猜題目了 現在球鞋千奇百怪 上一代三位特寶賓 能猜出三雙球鞋 到底是怎麼樣的 特別功能嗎 待會兒告訴你 OK 現在請三位特寶賓 來看看 今天我們就擺在桌上 這三雙鞋呢 它分別呢 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 其中呢 有一雙是很貴 有一雙呢 它是在紀念某一個事情 那其中有一雙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那分別呢 我就不講出來是哪幾雙啦 現在呢 你們就一人看一雙 然後待會兒一人想一個答案 OK 前述你在 可以研究研究 前述你在這邊幹嘛 好來 現在給你們十秒鐘時間 讓你們研究一下 然後分別一人講出一個答案 來計時開始 這三雙球鞋都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球鞋 上一代的三位特寶賓 告訴你 開出這三雙球鞋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們就把球 我們再看喔 時間到了 好 現在佩蘭姐要講哪一雙 就這雙嘛 你要選擇哪一雙來回答 這雙我根本沒看到 那你看哪一雙 你要回答 好 那你回答 那你說這雙鞋它特殊在哪裡 它是可以隨時提供它的氣墊吧 所以你認為它是氣墊鞋 所以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對 這邊嘛 有氣墊嘛 有氣墊 有洞 是不是有氣墊 而且就是比較通風通氣 現在答對還答錯 請舉牌 答錯啦 這雙鞋非常的特別 楊大哥 穿哪一雙 這雙 這雙它特別在哪裡 好像是紀念什麼人 什麼人 不是什麼人 那說紀念啦 不是紀念 這還好這位那個羅德曼做的 羅德曼不是這個牌子代言人啦 不是啊 算了... 好啦 講硬嘛 答錯啦 你到底要再講一個 為誰而錯的嘛 他很透氣 我們SOS 小燕SOS可以穿的 不會臭 好啦 很透氣 答對還答錯 請舉牌 你剛剛前面不是講了嗎 答錯了 錯了就錯了 好啦 那這一雙呢 錢叔你就答這一雙好了 這雙鞋特別在哪裡 怎麼得了 你們真的 猜一個很貴的 猜一個公用的 然後猜一個 有紀念價值的 有紀念價值的 那你就隨便挑一樣好了 我這輩子 頭一次看到這種鞋 你們是不讓我丟人 我真的不懂嘛 這好像那個 這好像那個苦行真穿的 雅蘭 對啊 你們不覺得 你們不覺得好像有一種 運動是這種鞋嗎 我剛才冒著生命 幫你弄那個氣球 對 我覺得不能透露答案 你看這個 這個適合 這個適合怎樣 我覺得這雙鞋子 完全不適合 好 前書 來了 來 前書 這個適合這個 這是一個 多功能的鞋 第一個 像我們那個姐姐 你是妹妹是吧 我妹妹 像妹妹穿上這個以後 她會腳臭 這個也不會臭 因為這邊很毒臭 第二個呢 第二個 各位看到這個底了沒有 它是可以往鞋坡上 甚至往山坡上那樣爬的一種鞋 攀岩的 攀岩 漂亮 所以是攀岩鞋 對不對 請舉牌 漂亮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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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蘭你剛剛是不是有透露餘下 沒有 她通通沒有 她只做動作 對 這其實真的都很特別 現在我們要請一位專家 來為我們做證據解答 歡迎莊先生 莊先生 你好 你好 莊先生你好 現在呢 來為我們解釋一下這三雙鞋 特別的地方 這雙先說 這雙鞋 可能是目前為止 全台灣手上最貴的鞋子 為什麼 它多少錢 4950是它的定價 那它特別在哪 為什麼那麼貴 它用的這種是 那種塑膠材質 塑膠材質 現在市面上已經發售了嗎 發售了 那你怎麼會有這雙鞋 排隊排台的 等一下 現在還排得到嗎 可能排不到 那這一雙呢 這一雙呢 這一雙太特別了 這雙鞋可能是 如果我現在賣的是超級添加 對 這邊呢 為什麼 我們這邊有用這個膠帶把它貼起來 撕下來呢 它這邊寫了一個7 那這一隻腳呢 撕下來呢 寫一個8 寫一個8 寫了一個9 所以這雙鞋呢 是這個紀念97回歸的鞋 為九戒而住的鞋 你們看 非常酷耶 這雙鞋也是你的 紀念鞋 你在哪裡買到的 這雙托人家從香港帶回來的 現在 哇 你怎麼買得到啊 這雙鞋可能是花很貴 聽說限量只有1997雙耶 1997雙耶 你花多少錢買到這雙鞋 全世界啊 大概一萬兩千多 啊 我聽你太好不是我兒子 我兒子的話我破產了 好好 內雙呢 那最雙呢 這雙鞋是 工人剛剛 就是剛剛猜對那種攀岩用的 這雙就不會很貴嗎 這應該不會很貴 它也不難弄到嘛 這很好弄到 這雙是你的嗎 這雙我跟人家隨便借啊 這雙蠻好弄到的啊 到處都有在賣 你為什麼要收集球鞋啊 興趣吧 興趣 你有幾雙 你總共有幾雙 如果我家有賣的話 將近350雙 你知道嗎 你那Jordan一代到十二代都有 可以開一下店 龍哥你知道嗎 他收集的那個Jordan一代到十二代 可以讓他發大財 真的嗎 現在Jordan一代這樣 你現在要賣的話 你那個第一代到十二代要賣的話 照價到多少錢 照價可以多少錢 總價代可以多少 有沒有一百萬 總價的話就是 就是說只有十二雙的話 應該 以日本行情的話大概五十萬吧 五十萬喔 那球鞋 哪一代最貴 哪一代最貴 十二代 第一代 你自己腳上這雙鞋咧 這雙鞋就是 來 上來看看 可以啊 可以進 來 怕什麼啦 你腳上這雙鞋有什麼特別嗎 他 氣墊 95MAX 那這雙鞋是 就是兩年前買下來全新的 這雙鞋 這雙鞋很難買得到耶 如果現在行情的話 大概超過一萬塊 一萬塊 你那隻腳再偷起來我看看 一雙鞋子一萬塊 一萬塊耶 好 等一下 謝謝... 謝謝這位莊先生 OK 謝謝大家 來 聽說我們請回座 來 好 來看一下展現成績 一千隊三十分 現在隊三十分 加油了 有病了 休息一下 繼續回到我們的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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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猜 兩代大料查 今天將是報價性的 性大料查 能將兩代的性幻想 跟性幻念對象嗎 待會兒告訴你 馬上進行我們的 兩代大料查 今天主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講 為什麼 因為難以警示 對啊 虛虛臉 虛虛臉 怎麼你們兩個表情這麼曖昧 就是那個嘛 就是那個嘛 你知道的嘛 懷孕的事情 就是有關那個嘛 什麼那個嘛 你是講什麼 就是性啦 雙算 性啊 對啊 我講到這個性真的是 很難起口 對啊 怎麼講啊 不過 謝謝 現場來賓講到性的話 你們會不會避開 不會啊 我們都會說到很多性啊 不是啦 真的啦 傻咧 我們說那個性愛的性 男女關係 我們自己對周英奇說的 都沒有一個男生 我們怎麼回答 尤其我是純情小百合 怎麼好意思 我還清楚女紅歌星啊 怎麼辦呢 講真的 你們現在還是會害羞嗎 想到這種話題 會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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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話題應該是 我們這上面的會害羞 我們一向思想觀念比較保守 我們不善於在公開的場合 談這麼 這麼聳動的這種對不對 連談論都不可以嗎 這不好意思嗎 好 大家不敢談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段 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不好 請看 打開健康教育十四十五章 你是羞愧的無敵自容 還是興奮的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呢 據說上一代的老師是 各位同學 這一張你們就自己看好了 至於這一代的老師 有比較開放嗎 這個你們就自己看一看呢 然後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再來問我 談到性 大部分的人都會不自覺的害羞起來 不過兩代之間 應該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到底上一代的人多麼保守 而這一代的人又多麼的開放呢 心手會不太快 你用保險套運起來 會不會痛 你對性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今天的兩代大調查 非常爆炸性 信不信有你 第一項調查 趕快來看看兩代 新幻想對象到底是誰 我的新幻想對象 不成 下一代女性 第五名郭富城 占3.8% 張學友 第四名張學友 佔4.3% 黎明 第三名黎明 佔4.8% 馬英九 第二名馬英九 佔6.2% 劉德華 第一名劉德華 佔11.4%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 佔48.8% 范小軒 下一代男性 第五名 范小軒 佔3.4% 王三名 第四名 楊彩妮 佔5.4% 邱淑貞 第三名 邱淑貞 佔7.4% 周慧明 第二名 周慧明佔7.4% 關志玲 第一名 關志玲 佔10.3%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 佔31.9% 沛玉卿 上一代女性 第五名 沛玉卿佔0.5% 第四名 趙寧佔1.0% 第三名 李濤佔1.0% 我習慣吃喝的 第二名 陳水扁佔1.4% 我要選馬英九 第一名 馬英九佔3.2%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 佔91.4% 陳文茜 上一代男性 第五名 陳文茜佔1.4% 曾慶瑜 第四名 曾慶瑜佔1.4% 關志玲 第三名 關志玲佔1.4% 陳查理 第二名 陳查理佔1.5% 第一名 林青霞佔2.9%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 佔76.3% 上一代跟這一代 這個性幻想對象不一樣 對啊 上一代也可能是不好意思說 所以比較多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人 比較多 而且人差很多 對啊 還有陳文茜 這種都是那種女強人型 對啊 可是這一代都喜歡周慧銘 對 很柔弱的那種 小妹妹 小女孩 對啊 不過關志玲是兩代都有耶 對 兩代同時 對啊 不是 馬英九先生也厲害 也是兩代同時 真的耶 可見他真的是很有魅力 什麼叫還好 龍哥你信不信自己上榜 你信不信自己上榜 希望也是受肯定嘛 對不對 上榜的話受肯定 表示我們還有魅力嘛 對不對 但沒有上榜也不錯啦 有一點失望喔 不會啊 那你們有沒有性幻想對象 沒有 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 很喜歡的男生啊 可是我覺得剛剛他們上一代 真的是性幻想對象嗎 不是喜歡的對象嗎 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要 嫁他的那種感覺 要娶的那種 我只會在這邊 我有想法 我覺得他們喜歡的 都一定是那種 看起來都是穿西裝 就是不可能得到的人 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被鎖在一個臥室裡面 然後兩個 就會很快樂嘛 對不對 你有嗎 像陳文茜也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會覺得他很兇 或者有一點威脅感 對 就覺得高不可攀 對 所以不可能不可能的 但是就會去想 你是超人 你是超人 超人啊 你看他不是超人的時候 他戴個眼鏡啊 然後土土的笨笨啊 對不對 但是還是蠻帥的 蠻英俊的 只是他這樣子 他不會跟女孩子接觸 我喜歡那種比較 不會說啊啊啊 我是帥哥 我也知道我是帥哥的那種男 老師型的對不對 對 我比較喜歡害羞一點的 花蕊蕊有沒有性幻想對象 我比較喜歡蝙蝠俠 會不懂啊 黑暗的英雄 會什麼 蝙蝠俠俠不懂神秘感 而且他不是長得很帥 但是他很性格很有個性 而且有點胖胖對不對 好啦我們回來看一下一些街坊 我們也做了一次這個街坊 對不對 對 我們來聽聽大家 大家的看法的想法是怎麼樣 來 請看 來 請看 我想会跟他说 能不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 你觉得在几岁才可以 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 我认为应该在结婚以后 20岁也会吧 真奇自然这样 我觉得在25岁以后比较好 我觉得除非结婚 如果不是结婚的话 就不必有性生活 因为性生活就是为了要传中接代 要生孩子 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的缘故 我觉得尽量不避免 我们还是是中国人嘛 我们中国人要守礼仪廉词 大部分还是很保守 对啦 尤其是上一代的很保守 我开始来出题了 最浪漫的作爱弟弟 来来来 我们这一代来作答一下 来 这也有调查啦 对 我们要猜 你们也是要来年轻一代 最喜欢有气氛 最浪漫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是在的 你们记得哦 你们要猜他们年轻的哦 你们要猜我们想的哦 我们啊 杨明森嘛 不过有些人喜欢在这个什么玻璃屋里面 对 好听到玻璃屋里面啊 等一下 龙哥 或者在这个 还有人喜欢在马上 对 骑马的时候啊 我听到都不好意思啊 那时候在机车上面啊 还有在电梯里啊 那门一开就吓死人了 在电梯里面都敢坐 你知不知道 好 没有亲爱的 提示听得懂吧 好 来 给你们四秒钟时间 很浪漫就叫刺激嘛 对 刺激 来 四秒钟时间 来 计时开始 龙哥讲得好激动啊 对啊 计时 龙哥在兴奋什么啊 好啦 好 直接动 好 来 一起的牌 来 请三位亮出答案来 库库 答过 答过 又不对啊 汽车上 这两位什么都没有 错啦 MTV跟KTV里面 答错啦 三位都答错了 杨大哥 你的题目 你的答案也太夸张了吧 你为什么到顾宫 你是不是到顾宫 顾宫多浪漫啊 那边很有情调啊 那万一下面蚊子多呢 带个电文箱 等一下 会被人家看到 那是室外面 发现有支悠情多好啊 可是会被人家看到啊 故宫不会啊 你故宫找个 带个草席 不是 我怎么知道你那些 想在哪里啊 憋好乱了 快去一代 在那儿干嘛 又不是狗喔 在那儿干嘛 题目都记清楚了 题目都知道了 最浪漫 最浪漫的 他们这个上一代的 最浪漫的地方 最想去的地方 好 来 计时开始 计时开始 好 来 自己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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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吗 好 时间到了 漂亮 好 来 第一个 我可以问候选音 我可以问候选音 好 来 写写的是 超伯格 第二个是浴缸 答对答错 来 第二个 自己加力 蜜月 蜜月是什么 没有 我本来想写说 自己加力或者是 他要浪漫的时候 就是要是蜜月的时候 在... 蜜月就不能在家里了 蜜月期的时候 蜜月就不能在家里 就可能是出国去 蜜月旅行的床上 好 直接 好 答对答错 答對了 好 第一張答案 那我要改了 你寫的是哪裡 你來看看你寫的 巴黎 巴黎 在外國的地方 就像命運那時候對不對 所以外國人看到 肯定不會朋友看到 或是親戚認識的人看到 所以在一個外國的地方 在草地上面 在月光下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最浪漫的做愛的點 年輕一代 第五名公園2.9% 第四名野外草地3.9% 第三名飯店賓館12.5% 第二名沙灘海邊12.8% 第一名家裡房間36.4% 年長一代 第五名野外草地2.5% 第四名飯店賓館3.3% 第三名度假飯店4.4% 第二名沙灘海邊11.7% 第一名家裡房間31.2% 這些我都有 自己家裡 自己家裡真的啦 比較安心嘛 對 不然講一講 自己家裡比較方便 對啊 安心 OK 好了啦 趕快出來 現在來看第二道題目的 來 請看 性幻滅的對象 來…就位… 好 你們先打 性幻滅的對象 不是性幻滅的對象 也是明星嗎 明人 明人 明星 在我們圈子裡面也都可以 只要是有名的 我們要聲明一下 對 我們這一項寫到這個MOMO 這個調查MOMO 並不是這個人身攻擊 對 我們是好玩 聽聽大家的意見 如果看到他 就不想做那個事情這樣子 對 看到對方 看到那個人 就不想做那個事情 對 可能是因為他太崇高了 沒有辦法接近 也可能是因為他很可愛 就覺得不要去觸犯他 對 不一定是說真的覺得很噁心 很討厭 是… OK了嗎 男的 女的都有 你們要寫出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猜算答對 男生覺得看到什麼女生 會性幻滅 女生覺得看到什麼男生 會性幻滅 各寫一個 好 來 進食開始 進食十秒拍 男的女的 不要給誰想忘了我 好可憐 男的又誰啊 我寫不到一個女生 男的又誰啊 隨便 男的又誰啊 隨便 OK 我寫不到 可不可以從… 從… 第三個 好 我寫好了… 哪要寫那麼多的啊 好 雅蘭姐 這沒有錯跟對吧 阿批婆 括號公雪花 男生寫菜頭 答對 答錯 答錯了 答錯了 這個也有錯跟 你們兩個全寫力模一樣 怎麼會這樣子 要不要偷看是不是 沒有… 我完全不一樣 誰 我覺得是… President Lee 她是總統 馬丹娜 這個也有錯跟對嗎 男的女生是誰啊 她寫李總統 男的就是李總統 女生是馬丹娜 拜託上一代表認識馬丹娜 這有原因的喔 為什麼 總統當然是大家想到 趕嘛 想到總統趕啦 對 不趕就立正了嘛 對不對 我問過認識的男士 所以你們會不會很喜歡這樣 都說不喜歡 他們會覺得… 辣過頭了 對 可能是 物極必煩 現在我們… 對不起… 公姐對不起 以前隊呢來作答 來… 來… 來 計時釋放 來 這個很像 好… 楊大哥寫的是… 兩百塊… 來… 陳文切… 兩百塊… 答對答錯 怎麼會這樣 一邊噴一邊奏樂 代表其中有一個可能答對了 對… 來… 簽書 陳文切… 錢得滿滿 不是你嗎 答對答錯 答對答錯 代表兩個… 兩個2L 代表你們兩個… 陳文切是答對 男生是乞丐 女生是神經病 答對還答錯 答錯 幹嘛被… 幹嘛被錢說 答錯了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到底是誰 請看 黃秋生 第一名黃秋生 百分之五點二 不知道的 占百分之四十四點一 公雪花 下一代男性 第五名公雪花 占百分之三點五 我會選王雪兒 第四名王雪兒 占百分之三點五 蔡龜 第三名蔡龜 占百分之四點四 我選阿比伯 第二名阿比伯 占百分之五點四 陳文切 第一名陳文切 占百分之六點三 不知道的占百分之三十七點三 上一代女性 第五名郝伯村 占百分之零點五 韓日蓉 第四名唐日蓉 占百分之零點五 張輝 第三名張飛 占百分之零點五 第二名胡瓜 占百分之零點八 高林峰 第一名高林峰 占百分之一點一 不知道的占百分之九十三點六 上一代男性 第五名王雪兒 占百分之一點四 陳文切 第四名陳文切 占百分之一點四 公雪花 第三名公雪花 占百分之一點五 第二名阿比伯 占百分之二點四 第一名鄒美伊 占百分之二點九 不知道的占百分之七十八點三 差不多了吧 而且沒有空空的人物 對啊 即使今天能上榜的話 很光榮啊 為什麼 大家對他的形象很好啊 一看到他不會想到想東想西想歪 對啊 沒有人解釋一下 所以... 所以我們把這種文字寫到他 對啊 好 再來看看兩隊成績 以前隊四十分 現在隊四十分 漂亮 好 進行我們到 吃喝玩樂排行榜 這個禮拜介紹什麼 很多人都抱怨說 我們介紹的店都是吃的 這個禮拜我們介紹就不是吃的店 很特殊嗎 很酷很好玩的店 哪些很想要的店 對 趕快帶我們去看看 好 請看 吃喝玩樂排行榜 今天帶你看許多從國外進口 價值不菲 炫斃了的重型摩托車 千萬別走開 今天我們介紹這家店 它是外觀上帕 但是其實不是 它呢也不是賣衣服的 它是什麼呢 它是專門賣重型摩托車的 現在就跟我開著把手 一起去看看 喜愛重型摩托車的朋友 相信看到這些車子 眼睛都會為之一亮 這個位於建國北路的 重型摩托車專賣店 在台北已經開了 九年多了 全部都是由國外進口的摩托車 店裡面共有五十多輛 炫斃了的摩托車 價值從十萬塊以上都有 如果你真的酷愛這種重型摩托車 可要仔細地看清楚呢 現在為你介紹這位呢 是我們的業務經理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家店的特色 跟別的賣車子的店的特色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這家店的特色 它就是走進來給人家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對啊 因為一般人對那種車店 好像都會一進去 就黑黑髒髒 油油油的感覺 可是這裡完全都不會 是你們刻意設計的嗎 是 是我們老闆精心設計 他把賣場跟工廠分開來 把賣場跟工廠分開來 是怎麼樣 後面有人在晃動 那個地方是 工廠 那是工廠 是專門在修車的 是的 然後賣場就在這邊 是的 那除了賣車子之外 你們還會賣別的東西呢 有 我們還有服裝配件 安全帽 手套 靴子 還有其他的零食件 改裝用品 你們這個好像是 專門賣重型的汽車 是的 為什麼會想要專門賣 這個重型的汽車 因為它比較特別 也能夠讓國人 比較有機會去接送它 是當初 當初是你們老闆 自己喜歡玩這種車是嗎 是 他是很喜歡玩這種車 那你們呢 我們當然也是很喜歡玩這種車 所以就一輛一輛的進 一輛一輛的進 是 然後進到今天這種地步是不是 對 那你們賣的配件 跟這種重型機車有關係嗎 當然 都是一般重型機車使用的配件 而且你們這邊 他們這邊的車 好像都是台灣沒有幾步的對不對 對 囂張喔 不會啦 我們的題目就出來了 題目就是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這麼漂亮 這麼帥勁 我現在坐的車更帥勁 因為這是全店最貴的車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價錢 不能講 因為這是答案 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貴一定有貴到它的道理 它的道理在哪 這部車一千五百CC 它跟轎車的構造幾乎相同 它六氣缸 它走船 你幾乎車子上有的 喜歡車子上有的定速 定速 音響 音響 音響也有 是 音響也有 真的耶 好像奔馳在那個海洋中 在拍地耶 這是音響 還有呢 它還有冷暖風 它還有後退檔 它也可以依照個人的身高 還有這個路況 去調整它的後懸吊系統 後懸吊系統 是 它可以下降 也可以上升 哇 好高級喔 這個車 你是不是愛上這台車啊 當然 這是未來的夢想 未來的夢想 各位觀眾 這個李先生的夢想 價值多少錢呢 請猜 讓我們歡迎97勁爆摩托車女郎 太驚爆了 太驚爆了 這邊這邊香車美人 美少女 美少女 對 哇賽車真的不得了 跟汽車沒兩樣嘛 太酷了 哪有那個cameraman都一直在照車子 根本沒照我們兩個 好知識的 你們把我的腿照得很長很美 好可以 不過這個車子真的你們看過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實際看過 對 在電影上以前常看過 這個 不過親眼第一次 我真的是在現場是第一次看過 真的 太帥了 太帥了 太神經 而且這顆車子 更比汽車的功能還多 對啊 嚇死人了 它有些什麼功能呢 這個什麼有冷氣啊 熱氣啊 暖氣啊 暖氣 冷氣吹哪裡啊 冷氣有啥用啊 有啊有啊 冷氣啊 正面吹比較涼啊 還有ABS啊 強烈的冷氣 還有ABS 還有音響啊 什麼都有 聽說這個輪胎沒有氣的話 還自動打氣 太像那種球鞋一樣的 踩踩 太玄了吧 這種車啊 對 後面這是幹嘛給嬰兒做的啊 蛤 這個啊 這應該是載人吧 不過 這是給美女做的 美女做的 大家要有點丟臉 對啊 她硬要把腿兩隻腳 一定要張開啊 就不能側坐了對不對 這個車 這個後座有沒有 坐這種車那有人側坐 如果這個體重太重了 壓扁了對不對 它可以打氣 你看 把這個身高一點 太高了 現在我們要出的題目就是 這台這麼高級的車子 它要多少錢呢 衛免太難了吧 提示一下 我會給大家提示啦 就是十萬塊到一百萬 之間 提示也衛免太寬了吧 然後上下五萬以內都算對 正負五萬 所以算是蠻簡單的 一百萬以內就可以買到這台車 對 台幣的 看起來好像幾千萬一樣 好 聽清楚了 來 討論以後派一個人做答 來計時開始 要不要把他正記形穿 好 時間到 1 2 3 料出答案來 不要 好了 來 我們這次很科學的 來 幾萬 我猜87.5萬 我猜65萬 你們到底 然後呢 加起來除以2 等於76萬 76萬 我們猜76萬 對 我們這邊答案是 95萬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公佈答案 結果是多少 85萬 85萬 從裡到外 是 一共是85萬 新台幣 是 可以買輛不錯的車 你猜對了嗎 我們猜錯了 85萬 我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她 我對不起她 她說她才87.5了 差一點 好可惜 我們今天也請到兩位專家 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車的主人 老闆 來介紹一下 對 來介紹一下這個車 到底有多多 歡迎老闆 來 老闆 好帥 帥哥 好帥哥 好帥哥 來 歡迎 酷斃了 我的天啊 就是你們的車 是我們 你們一人擁有一台嗎 這邊一下 一人一台是不是 是的 是的 一人一台 它有什麼功用呢 功用啊 就是一般摩托車沒有的功用 那我們車上有那個冷暖器 還有那個 冷暖器 車子在行走 還有你在巡航 還有電速 電速 電速 對 電速的話 那這樣的話 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 冷暖器以外 還有那個 那個ABS 下車 還真的有ABS 聽說還可以巴固是不是 巴固 可以自己自動 自動倒車 可以 當然你要去操作啊 嚇死人了 一般摩托車自己用腳推 真的跟車上沒兩樣嗎 不是 有沒有那種Airbag 就是開太快的時候 然後突然煞車 那怎麼可能 有兩天氣囊 還有Airbag 還沒有 準備抓 ABS 幾cc 1500cc 最高時速應該達到多少 最重要是它是由英里來算 22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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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5嘛 220再乘1.5 220公里 差不多320公里 一般我們國產摩托車差不多50公斤嘛 那這個呢 這個幾公斤 這個差不多 將近400kg 哇 400公斤多 那個冷氣吹哪裡啊 吹膝蓋啊 膝蓋這邊 因為那個在騎的時候 引擎很熱 然後在吹膝蓋 吹膝蓋 吹膝蓋兩邊嘛 那暖氣也是吹膝蓋喔 是的 冬天的話有暖氣 聽說這個車的音響很酷 可不可以幫我們放一下 音響 可以喔 可以啊 麻煩一下 好 這部比較好的 這怎麼放CD喔 一樣耶 一定要聽這首音樂嗎 等一下這是什麼CD啊 等一下這是什麼CD啊 這個CD太耗電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 因為這個車上裝的燈太多了 裝的燈太多 所以一般裝CD還電頻不夠 所以是什麼上放錄音帶 就是卡帶的卡帶的 卡帶的 我知道很多男生有這樣的夢想 對啊 女生沒辦法體會到那種心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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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這麼好的資料 你可以帶來兩部 這麼漂亮的真的 真的耶 太羨慕你們了 看一下我們兩隊的成績 以前隊40分 現在隊40分 10分 平手 兩個都冠心耶 謝謝大家 我們恭喜兩隊 從此得到冠軍領域 謝謝 謝謝 下禮拜 下禮拜 我先 下禮拜 拜拜 拜拜